暗洞道場洪春分壇 青年高大班今天來到暗洞明德山 為小禮建的工程進度 做一個實際的採訪報導 我們總壇司令組在隨行採訪之下 也現場為這些同學進行一場 所謂的新聞採訪師做的戶外教學 同學們都非常的認真 而且非常熱誠的學習整個採訪的技巧 我們工程建設委員會 謝德勝、謝經理也受邀 來到這個小禮建的工地現場 接受我們高大班的同學 及時的採訪 那麼 謝經理表示 道場的未來的希望 就是在我們這些青年人的身上 那麼我們道場的青年也是 非常有這個福氣 在我們暗洞道場 校替是沉浸性的教訪之下 可以好好的學習 可以保證以後 我們這些青年人 在學業 在家庭 在以後社會上的工作 都能夠按部就班 能夠做一個非常優秀 和善良的一個人才 宏尊分壇 高大班這次的 安東迷列山小禮建 現場採訪 實習報導 這樣整個課程 是由我們宏尊分壇教育主所主辦 由我們偉經理、林經理及 吳家如台主 名所代班 來自我們南台灣的熱血青年 活潑的青年 總共有30名同學來參加這次的課程 那麼在這次的課程結束之後呢 這些同學 還要留在我們宏尊聖堂道學院 擔任一天的勤務 是針對我們 一貫人才專修院 第11屆畢業典禮 整個活動 奉獻一天的時間來做勤務 所以事實上 這次我們宏尊分壇 在暑期高大班的課程 可以說都是非常實用實際的實務操作 非常有特色 在我們經理及談判的親身代理之下呢 這些同學一定會成為道場最重要的人才 我們是國高大班夏立營的營隊 後學是紅營帶 那安東道場 安東米樂山一直是安東道場非常重要的建設 那我們今天來這邊的目的呢 就是要請謝經理為我們慈悲一下小秉建現在的建設工程狀況如何 那以下是各位記者們的採訪 後學是安東米樂山洪尊分壇更新員原長洪立民 後學今天來到了米樂山 我們在小秉建設現場 我們有請到了建設委員謝經理 我們來講解一下我們現在小秉建的工程進度 謝經理 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安東米樂山目前的小秉建 使用執照已經拿到了 為了應運未來 所以目前的一個硬體設備都已經完成了 那軟體設備那當然還需要一點點的時間 那我們預算在今年中秋唐慶的時候 那麼先做一個簡單的一個落成 然後再繼續的把所有需要的內容把它給補齊 歡迎大家中秋節回來 謝謝經理為我們的報導 那我們有細節的部分 再請其他主要為我們報導 謝謝 後學是李元璇 現在要問謝經理 那個這間小秉建可以作為團康還有聚餐 還有過夜的有那個空間嗎 是的 謝謝 我們目前就是說 依照建設的一個標準有123層樓 每一層樓約有75坪 那麼一樓做餐廳 二樓三樓 目前就會作為聯理團康等的一個 各項的一個功能都可以使用 這是我們的計畫內的一個案子 經理好 後學是洪尊分壇尊永區的優秀文 是否可以請教經理一些問題 建設室有什麼困難的地方嗎 針對小秉建的部分 雖然我們進度稍微慢了一點點 但是我們都是一切依法而辦理 那尤其是我們現在大家所佔的這條小馬路 那因為當時在法令上的一個申請 因為我們有林地 林地要改為馬路用地 那它必須要有一番相當緩雜的一個過程 不過在天恩施德的嘉賓 那我們都一一的排除了 所以目前並沒有什麼樣的一個困難 謝謝 謝謝經理 那可以繼續問你下一個問題嗎 那請問你們經營還有使用方式是什麼 對於未來的一個經營方式 因為這就是稻場嘛 稻場就是要利益所有的眾生 所以經過多方的一個考量 我們一樓會作為老爺車餐廳 因為我們在美國紐約有一位稻親 他布施了五部古董車 那這五部古董車最大年齡的 大概是1911年 1926、1941、1953 共有五部 那每一部都可以動也是新的 所以我們就想 為了要感謝這一位稻親 所以我們就把一樓命名為老爺車餐廳 那未來可能就是說慢慢的可以對外來營業 完全提倡養生的一個素食 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那二樓跟三樓 目前我們就也可以 未來都會遇到什麼母親節 或者是家庭的聚會 所以我們也可以開放來做這個婚宴 或者是開放來定桌 讓我們修到的一個家庭 更能夠圓滿和諧 大概會有這樣的一個功能 謝謝 那請問你們的管理方式呢 目前的一個管理方式 因為我們到場有紅中聯健康事業 紅中是屬於非營利事業單位 紅中聯健康事業是屬於營利單位 也就是說 來有一些營利 而來幫助到場的一個推動 所以未來這一棟會交由 紅中聯健康事業來做管理 好 謝謝經理 我們來自紅尊分寒高大班夏令 後學的名叫做李冠勛 我們在小丙健的現場 我們有請經理慈悲為我們講評 請問小丙健未來有發展觀光的可能性 謝謝 我們整個安東明樂山 目前戰地已經超過20甲的土地 那我們這裡面有大丙健跟小丙健 那未來還有一連串的一個建設 那這一塊土地是屬於所有眾生的 並不是屬於哪一個個人的 那對於是否發展觀光的一個部分 那基本上這個就要看未來 的一個一棟一棟建築物起來以後 那一定會吸引更多的人潮 那在我們在討論的一個過程裡面 並不排除未來會有發展觀光的可能性 但這個還是要再做進一步的評估 謝謝經理 後學剛剛聽到了經理為我們慈悲講解 小丙健對於未來有無觀光可能性 然後經理的答案是 是有可能的 小丙健呢對於未來 是有可能作為觀光的用途 所以各位可以敬請期待來這邊參訪 以上是蔣楚曼的報導 謝謝 後學今天來到安東彌勒山小丙健做實地報導 後學看到我們身後的小丙健已經快完成了 謝經理也說在今年中秋節 小丙健會如期完工 希望到時所有的稻青可以一起來參觀 我們小丙健的落成典禮 後學是洪尊分壇國高大夏立營的李佳平 感謝慈悲 大家好我是洪尊分壇的羅真真 我們現在來採訪一位安東彌勒山的志工 在這邊能夠感受到上天老母的慈悲 所以他們都很很歡喜來這邊當志工 你看就在這後面喔這麼多同學 他們都自己發心喔 早上很早很早五點半就起床囉 對啊 這位志工的講解我們覺得 在彌勒山療院很快 所以歡迎大家加入志工行李 以上是羅真真在彌勒山的採訪報導 這次我們洪春分壇高大班在安東彌勒山的採訪報導 除了有戶外的小丙健工程師弟採訪之外呢 我們也安排了在老前人紀念館禪修室 做歡迎安東道場的三寶心寶採訪 藉由採訪三寶心寶的一個過程 期許同學們能夠了解我們安東的進行 大家好後學是蔡依惠 後學現在在安東道場的安東彌勒山老前人紀念館禪修室 可以看到各位高大班同學正在學習殘坐 現在就請經理來教導我們怎麼樣殘坐 大家好後學是張宏珍 我現在要訪問為經理三寶靜坐的藥靈 那三寶靜坐的藥靈分為幾個動作 第一點就是要把坐豬調好 分為單盤 雙盤還有駐油盤 第二點 手抱合同放在大腿上 第三點就是腰桿挺直 第四點 雙肩放輕鬆 自然下垂 第五點就是頭要正 臉部要有一點微笑 第六點 下巴要微微的內縮 舌尖頂至上顎 第七點 眼睛閉起來 就開始穿無助尊經 一個音 一個音的聽清詞 以上幾個動作要領 感謝慈悲 謝謝為經理 感謝慈悲 我們現在來聽聽看這位同學靜坐的感想 我的靜坐感想就是輕鬆自然 然後五雜念 然後以上就是我的感想這樣 看了剛才在靜坐班的報導 後學覺得靜坐對青少年 不管在打工或者是課業 甚至做人處事方面都很有幫助 然後希望大家多多來參加安東彌勒山的靜坐班 然後以上是張子萱在安東彌勒山的報導 看了以上同學們的演出 我們不盡讚嘆 這些青年的潛力實在無情 到場需要青年 青年需要到場 以上是安東彌勒山 幸福榜在安東彌勒山的報導 我們知道 認同學生的靜坐